HELLO 大家好,我是Failhub 今天不是為大家介紹這部 可能在無限的宣傳 微辣,你會見到很多人 都會有這部ZV-1 它是一部新的拍VLOG神器 其實大家都沒有見過Failhub出樣子 純粹買回來給Failhub小女 叫她鬼異重任 讓她有空幫我頂一下影片 有時候有點忙,搞著飛合大女的東西 沒什麼時間,就打算給她一部玩 為什麼今天這部影片 只剩下這部影片,就沒有了她的影片 其實她是有拍一些影片的 不過那些影片真的 你拿了下去都不知道怎樣剪 正宗坦白說 只有頭、腳、手 小孩子拿一部VLOG機拍的影片 嚴格來說,我會形容為慘不忍道 雖然Failhub小女自己的對白 或者各方面都很搞笑 但如果你不幫她拍,她出來的效果 真的非常之驚人 有一段二、三十分鐘的影片 可能中間那些很科幻電影 左轉右轉右轉 真的非常搞笑 但我都發現了這部機 有幾樣東西 如果之後可能會有 幫她拍的時候 會拍一些影片 在用這部機的影片 看看中間效果是怎樣 其實Tool上大概都知道怎樣用 但實在 沒有時間處理 她那段影片實在太爛了 其實她有幾段影片我也頂不住 那就算了 但她有有趣的地方 原本是這部機 有很多人拿來拍 有幾樣東西 我覺得很古怪 當然他們本身是贊助 所以說話都非常推銷 其實她說這支棍 本身這支腳架 這支棍是否很棒呢 是的,小孩子都會用這支棍 肩在的好處就是 如果是連接了Bluetooth之後 用這支棍是很方便的 但整支的膠感非常之重 真是正宗一塊硬膠 而且我反而覺得充量不算太輕 我反而覺得 這樣拿下去 我看到飛鎖小弟拿到這樣的時候 即是她舊東西這樣 就要加一部這麼小的機 也不要說加部A73 加部一部小的小機 其實也不是說超級輕 所以真的 是否在輕便上那方面做得到 未必 當然因為有腳架的控制 當然好很多 腳架來說她也算有很多東西 她可以按這個按鈕 轉前後面 也是那句 這個不是純粹今天示範一下 當然這部機的影片是怎樣的 你看回很多人介紹過 她也可以按一個按鈕 反上反落 這個就鎖緊緊 這些調校也是有的 基本上可能按照片 按zoom 按場景 她也算是容易操控的 但是有幾件很有趣的事 一件就是 我看了飛鎖小弟的影片我就明白了 其實她有防震 整部機有防震 那一開了防震模式 她那部機的畫面小到 我想大家都見過飛鎖小弟的頭很小 即她的頭是小 即已經很小 她已經出了名字 超級小 她也可以佔個Screen 即可能的影片佔個Screen 的中間 可能已經去到這麼大的格 你會見到她明顯地佔到很大的畫面 如果正常的人已經是 即是賺爆畫面 即她那個 一開Active的Steady Mode 當然她的防震 在Active Mode 是幾好的 不會動來動去的 即是因為 給飛鎖小女士 是一個很好的表徵 因為跳一下彈一下 如果拍出來的鏡頭是不動的 都算是非常之好的 但你說是否真的 厲害過那些 我突然想起了什麼 Black Egg 那些 我突然想起了什麼牌子 其他運動型的相機 又未至於 這是其一 即是她的鏡頭 根本她的Y角 就不夠Y的 鏡頭 她本身說是什麼 24 那個Y角 但其實就好像不夠 看出來 第二 就是你看外面的影片 都會發現 其實她說 主要麥克風 即是機頂收音 即是原本有好的Stereo 有兩條Channel 她收出來的聲音 其實不是跟你外置麥克風 都還有一段距離 即是你 如果不插麥克風 又是這個問題 因為整部機器這樣對比飛入小禮 為什麼一直是這樣 就是這個原因 這幾天玩完之後 到最後就是 放棄了做任何東西 就是因為 其實本身的聲音 就不是這麼大聲 如果你這樣對一支麥克風 是相差很遠的 所以 真的認真用起來 你沒有麥克風 都是不太對勁的 即是 如果你說 如果不用Steady Mode Active Mode 是會大一點的 即是它會立即畫面 是大一點的 但是 又是經過飛入小禮的示範 之後 又是試到一個 即是很跳躍的感覺 所以 嚴格來說 可能大人用 就會容易一些 但你 都要知道清楚 幾個模式是什麼 還有 我覺得外置麥克風 就真的 不可缺 因為你沒有外置麥克風 根本就不太可靠 而且整部手機的膠感都超級重 相對於 我其實有看過 就算像Canon的GF GF7 G7X 那類型的 又是類似 類似 被Vlogger用的 一些卡機 其實 它是不是真的厲害很多呢 我覺得又不是真的差那麼遠 這部這樣加上整個的 大概7K 那個可能 都是說 你買 可能4K 比較鬆 其實相對於Canon的價錢 它也是 比較貴了幾多 所以 即是 如果你說是反螢幕 其實大家都反的 即是兩者都反的 真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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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 驚天地一鬼神 我就覺得 可能 只有要試清楚一點才知道 因為真的被小女兒玩了之後 那麼 太多東西去 背上她的去發現 那麼 我自己真的沒有空去搞 但是 因為我自己 就反而 真的試了一部 就是 Full Frame 的 A73 就是 現在就是可能說轉袋 好像 其實這部這樣的機 大家的評價都幾高 就試一下 那當然 A73 真的 如果拍照呢 我自己也是 因為之前玩 剛剛 試拍照也不久 那麼 有部 Canon M6 但是這個A73 本身的對焦反應 真的快到 媽媽都不認得 那麼 其實如果你說 那些 配了一堆 騰龍那些 那些 副廠鏡呢 那其實 整體來說 性價比 都幾高 而且拍照 你純粹自己玩 拍照 不一定要拍片 因為拍片 自演片 就陷入了另一個 另一個世界 就是 為大家 觀眾而輸出 這樣 就沒有了那個 即是你那些 拍照構圖 各方面的 那些 那些 我現在 我主要可能之後 如果 那些朋友仔想一起 搞一下 拍一下 吃東西 可能會用一些 多些攝影器材 所以我現在 都會 研究多些 但是你說 純粹我自己不出樣 拍Flop 那我沒什麼意思 拍小女的時候 可能會用這部多些 之後可能就會 會一直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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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拍產品的東西 就會用這部機拍多些 之後就看看 輸出怎樣 大家就可以 知道 究竟這部機能不能 那 今天純粹 就用來這個 這個 套租一下 浪費一下時間 因為 真的原本 都有點期待 其實說真的 對舊東西 讓小女 自己發揮 自由發揮一下 她說得實實此 那我當然 讓她自由發揮一下 要不然 總之 千奇百怪 什麼都有 你看完 一個多小時的影片 之後 就可能搖頭 這樣 小朋友那天 是非常難控制的 所以 但是 其實基本上 我覺得 太多東西 不像 他們說得 那麼神話 是有她用的方法 但是 又未知 她本身做得很充足 各方面 極好 有紅燈 那些事情 就是要拍得到 跟手機 有分別 有少少分別 但是 你說 是不是真的 極需要呢 說到這樣 又不 好像又不好 我好像被一個 Gimbo 飛入小女 自己開 踩一個Scooter 拍出來的東西 都沒有那麼生氣 所以就要再 觀察一輪 但是我想 提醒大家 入手之前 首先要留意 一來她的Y角 真的不夠Y 如果全心打算 一斬式 沒有用 沒有外置Mai 也不是真的 超可行的 這兩人 真的 要入手前 口裡 Anyway 今天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下面留言 訂閱和分享 和分享 拜拜 拜拜